好 继续要带大家来关注的就是在彰化 这个保姆疑似虐头 那么检察官现在持续在追查 现在有好几名的妈妈都出面控诉了 说自己的孩子有交由这个秋姓保姆来照顾 而这个孩子们都陆陆续续受了伤 其中还有一名四岁的男童 他的双脚是被烫伤了 而且是破皮又发黑 另外还有一名两岁的男童 也是给这个秋姓保姆照顾完之后 身上就出现了好多的伤痕 而秋姓保姆在事发的第一时间是消失了 那么警方也寻线在园林抓到了他 也依违反而效法还有伤害罪嫌来移送法办 目前这个地检署是已经向法院来申请羁押 秋姓保姆和同居人涉嫌虐童的消息一爆发 两人一度神隐 在24号晚间被警方带回拒绝夜间偵讯 那判刑人初步否认所有的判刑 那本分局正积极调查理清中 虽然两人时刻否认有虐童 但地检署向法院申请羁押 现在又传出受虐的儿童不止一人 小男童的额头明显伤疤 头部耳后红肿瘀青 让做妈妈的看了实在很心疼 四岁男童的双脚伤势严重 右脚被大面积脱皮 左脚也有许多伤口 还发红肿胀 虽然已经慢慢愈合了 但看到疤痕做妈妈的心还是好痛 还有这个弟弟小小的背 残留下好几道的疤痕 脸上也有受伤的痕迹 妈妈怎么也没想到小孩脱过给保姆后 身上的伤势越来越多 妈妈们指控的就是25岁的求姓保姆 她没有保姆执照 却在今年的6月到8月间 带过三个不同家庭的孩子 出估至少有四个幼童疑似受虐 秋心保姆一次为了躲避追查 使用假名询问后 违反儿哨法伤害罪移送真本 是否还有其他儿童受害 还要再继续查 华尔鲜正好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